繼續來看總統蔡英文再去參加 企業基盤的勞工執業訓練的活動 實在了解到三業受到疫情襲擊的狀況 政府也來宣布說 除了沾對受影響的勞工 發放上元兩萬塊的補貼 發三個月之外 沾對勞工疏勤的貸款上元十萬塊 也要來訪管到條件 只要有工作疏失的證明 就能申請貸款 很專業的一位老師現場嫁惡 本店的官工 家共議員的能力 也有一位同僚基盤的學生 就是副總統 讓我們的員工在這段時間 可以更激勵自己能夠學習 官公如關押受到疫情的衝擊 老同步夫妻企業利用這段期間 充電又再出外 副總統是在了解辦理的情緒 現在占對受影響的勞工 政府也選擇 補貼新出相關兩萬 總共三個月 會用煩對動現金紓困的訴求 我近來發現很多人 包括國民黨 常常把這個紓困期跟振興經濟期 所用的政策手段搞混 現金的發放在我們紓困期的各項方案裡面 它本來就是我們的政策工具的一部分 而且我們是針對每一個所需要的人 另外老同步也回到現金紓困期 收拾貸款 每一個人相關可以得到10萬塊 對著沒有老部的老公 老同步中有保養出也強調 只要可以提出工作屬性的中間認定 真正能協助老公 多過難關 好